杰瑞正在洗澡 一阵急速的秋梅声响起 杰瑞站上头看了看 眼前居然是个大美女 她立马换装 还傲娇到地上自己的名片 指甲盖大小的名片上 还清晰地印着杰瑞的大名 小梅警告杰瑞 她必须立刻搬离这里 原来杰瑞现在 住在五星级酒店的图峰口里 几天前 杰瑞来到酒店 看到这里如此繁华 并且起了想在这里安家的念头 她从电梯端进墙洞 很快发现了一片洞天伏地 于是立马开始装修 没过多久 杰瑞在家布置完成 连吊灯都是石河拉的大弹剑 相比这些 汤姆的生活就太糟糕了 每天风餐露宿 和垃圾桶做伴 看见吃香喝辣的杰瑞 汤姆气不大一处来 决定好好教训一下她 结果踩到高压线 直接出电掉了下去 但汤姆并没有放弃 她又化成了颠覆侠 却被杰瑞拒之窗外 好不容易滑开玻璃钻了进去 享受一下子最精密的生活 但很快 毛手大战又开始了 他俩破坏了一惊人 把房间弄得乌烟瘴气 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 酒店最近有一笔大生意 有两个明星会在这里 举办世纪婚礼 必须保证万母一失 于是派出小美去搞定 小美发现了杰瑞的小照片 一路顺藤猫巴来到房间门口 打开房间门 确实看到汤姆 汤姆是以小美自己是来抓老鼠的 小美当机把她纳入队伍 必表示如果抓到杰瑞 会有丰厚的报酬 于是小美敲开了杰瑞的门 警报她赶紧搬走 杰瑞却毫不在意 言谈讲道理不行 小美只好出动能力干将汤姆 面对灵活的杰瑞 汤姆被撒得团团转 被想造成了猫饼 这时警力紧急呼叫小美 小美只能暂时离开 将重任交给汤姆 小美跟随来到客户的房间 客户带来了一猫一狗 趁着这种经理去遛狗 女客户偷偷告诉小美 自己的订婚件这不见了 原来杰瑞的吊灯居然是婚件 得知此事的杰瑞 光线还回去 却闻见一阵美味 顺着味道飘过去 是一块香喷喷的奶酪 杰瑞高兴的扛欺奶酪 才发现这是汤姆布置的陷阱 奶酪上绳子启动开关 容都掉下 正好将杰瑞关了起来 汤姆总算抓住了杰瑞 又用锁链网的结结实实 贴上有害物品的标签 还把杰瑞送上了快递车 小美回来了 汤姆骄傲地表示 自己已经送走了老鼠 小美兴奋的不行 赶紧告诉了经理 汤姆也大摇大摆走到酒店打听 喊起了钢琴 结果却发现 客户带的漂亮小母猫 正在朝他抛妹一眼 看到汤姆春心荡漾 立刻划成汤姆德里克小邦 开始炫技 可就在这时 已经杀回来的杰瑞 找来一个保龄球 然后瞄准汤姆弹心的手 轻轻一推 汤姆顿时发出尖瑞爆鸣声 猫手大战又开始了 一旁的小美看着杰瑞回来了 赶紧跑过来制止 结果却发现 钢琴在杰瑞手里 杰瑞是一小美 想用钢琴换免费的住宿 还没得两人协商好 绿谷都经理回来了 经理向小美询问情况 回过头杰瑞就不见了 杰瑞躲进了小美的衣服口袋里 汤姆跃跃欲试 而大狗队汤姆也是紧经浮发 汤姆一行动 三只动物盾时乱坐一团 形状一股旋风卷进楼梯 大厅的天窗碎落一地 现场一片狼藉 小美却在口袋里 找到了戒指 因为这场事故 复杂的经理被炒了鱿鱼 愤怒的她 化身装面清理大师 而小美因为找到了戒指 意外成为临时活动经理 小美来到顶欧 找到汤姆和杰瑞 紧迫他们必须离开酒店 因为这场婚礼 对自己很重要 汤姆和杰瑞瞄变哭泣脸 无奈的小美 只能答应留下他们 但有一个条件 他们俩必须证明 能够和谐相处 并且明天还要接受 小美的考核 第二天早上 小美派来黑色的 专车借他们 杰瑞把礼貌刻进骨子里 深色地请汤姆先上车 结果自己上车时 夹住了汤姆的尾巴 差点诱打起来 即便在路上 两人也没一直触本性 杰瑞打开了吃顶天窗 汤姆就探出头 用手机到处拍照 好巧不巧 刚好遇上红灯 司机一个急杀 直接把汤姆甩了出去 他们又一起去博物馆参观 结果汤姆一时兴起 跑到天窗模仿展览模型 不小心把恐龙股价 撞散架了 桃桃宝爱追捕后 他们又去了海鲜市场 一起吃了大汉堡 一起坐过山车 玩得不易乐乎 随后 两人举着大棉花糖 来到了棒球比赛现场 结果递过手套 汤姆顺手接受一个球 结果引起了圈场轰动 那居然是一颗拳里打的球 球员本来可以接住 此时球员委屈极了 球迷妹也愤怒的指责汤姆 很快 动物管理局的人赶来 将汤姆和杰瑞抓了起来 这件事上了新闻 连被炒鱿鱼的经理 也看到了这一幕 他们被带到管理流浪动物的监狱 汤姆和杰瑞 被搬进了同一个笼子 而他们的隔壁 是一群流浪猫团伙 流浪猫没想吃掉杰瑞 汤姆赶紧抢先一步 把杰瑞抓在手里 流浪猫又威胁汤姆 如果汤姆不吃杰瑞 他们就会吃掉汤姆 没办法 汤姆只能把杰瑞含进嘴里 这时管理员打开了笼子 告诉他们有人探视 让汤姆在后客室里等着 原来是被辞退的酒店经理 为了夺回工作 经理非别和他们见面 正经挑拨他们的关系 并且告诉他们 让人只能带出去一个 这是一张五星级酒店的世界婚礼 除了让人拎起八十米的大刀 对着新闻蛋糕一阵乱砍 原来 婚礼现场准备就去闲 经理带着汤姆偷偷从后门溜了进来 结果汤姆发现 杰瑞居然也在 在经理的挑拨下 两人反目成仇 汤姆举起大铁锤 对着杰瑞算账 命对不断打过来的大锤 杰瑞只能躲到婚礼蛋糕上 看到这一幕 不是让那些大刀就砍了上来 他平生最恨的就是老鼠 结果一表心 杰瑞被拍到了大象的脸上 大象受到惊吓 老子新郎新娘直接落地 一时间 猫追老鼠 狗追猫 老虎追狗 大象躲老鼠 会上瞬间一片狼藉 只有经理看着这一切 笑出了声 酒店算是彻底的完蛋了 面对老板和新郎的质问 小美只能承担责任 这时新娘走过来 宣布婚礼取消 把借着还给了新郎 小美辞职离开了酒店 汤姆也被经理生了出来 她难过的蜷缩到垃圾箱里 杰瑞萧桥出现 还累汤姆带了咖啡 汤姆重归于好 为了挽回这一切 汤姆在路边街头找到小美 拿杰瑞擦干净黑板 用图画告诉小美自己的计划 另到一块场地重新色化婚礼 按照计划 小美回到酒店 新娘刚好离开 只能派汤姆和杰瑞去拦截 小美又找到新郎 说服她继续进行婚礼 下号老板经过 听到他们的对话 非常赞同小美的想法 还提出酒店不行 那就在中央不远 立刻派人去通知新郎的亲朋好友 另一边 汤姆和杰瑞踩个电动滑板 一路风驰电射 连床底个红灯 穿过无数车底 汤姆差点被挤成一根猫条 但还是无法追上新娘 杰瑞拿出遥控器 出动无人机 他们顺着木板起飞 汤姆操控着无人机接入杰瑞 迅速飞到新娘车顶 杰瑞一个蹦极进入车厢 引起了新娘和小母猫的注意 小母猫咬住无人机的绳子 被无人机带着飞走了 新娘追着宠物 也来到中心公园 这里临时搭建了一个婚礼现场 小美因为昨天的婚礼 和新娘道歉 新郎也重新求婚 好在新娘原谅了他们 接着重新回到了新娘手上 促成完美结局 汤姆和杰瑞也祭壤庆祝 小母猫饶有兴致看着汤姆 汤姆再次弹起钢琴 为这件心灵庆贺 搬斗的杰瑞踩出案件 被汤姆用手指弹飞 杰瑞也报复回去 一手一猫一骨又陷入混战 看来猫和老鼠的故事并没有结束 他们会一直陪伴着我们 走向更美好的结局 这个女孩放生了 一只老鼠和四只小王八 老鼠在临走前 回头看了女孩一眼 好像想要记录她的样子 随后在下水道里 老鼠的身体 竟然发生了变异 直接变成了大耗子 而这只成定的老鼠 也充当起了父亲的角色 开始心心照顾四个贵儿子 随着时间的流逝 四只乌龟渐渐长大 他们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 也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 可外面的世界很危险 一旦让他们出去 就会被当做怪物抓起来 这让鼠爸非常担心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直到这天 鼠爸在打扫卫生时 意外捡到了一名忍者秘籍 于是他开始潜心钻研 经过日复一日的修炼 终于成为了一名忍术大师 随后 鼠爸又将这一身本领 传授给了四个贵儿子 四只乌龟的天赋很高 很快也练就了一身本领 转眼间几年过去了 四只乌龟也成年了 每当黑夜来临时 他们都会拿着各自的武器 传授在城市中写下仗义 成为这座城市的守护者 而当年的那个小女孩 名叫宝儿 现在的他也长成了大姑娘 并成为了一名女记者 可在这天晚上 一群劫匪闯入地铁 结识了无数名人质 而宝儿也在其中 出于记者的职业习惯 宝儿不顾危险 准备用手机拍下证据 结果却被劫匪发现了 就在宝儿即将被击毙时 地铁站的灯突然熄灭 紧接着 急到窥窝的身影 向着劫匪冲了过去 并极快的速度 解决掉了所有劫匪 随后便神秘地消失了 而这一幕 下角被宝儿看到了 为了查明神秘人是谁 他顺着痕迹一路追踪 终于在一处楼顶 发现了神灰四兄弟 宝儿想拿手机拍照 可他忘了关闪光灯 看到行动暴露了 宝儿就想要逃跑 结果 看着面前巨大的乌龟 宝儿直接被吓晕了 可他们并没有想要伤害他 只是想让宝儿把照片删掉 为了安抚宝儿的情绪 老四摘下了面罩 想要以示友好 可是没想到 宝儿当场被吓晕了 当宝儿再次醒来时 乌龟们已经删出了照片 你们是谁 呃 我们是忍者 归宗四少警告宝儿 不准透露他们的信息 否则别怪他们那手催化 随后 乌龟们消失在了黑夜中 就让他们离开的瞬间 宝儿开了一个模糊身影 他总觉得对这几只乌龟 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于是 宝儿再回到家后 立马开始翻箱脑柜 终于在一个箱子里 宝儿找到了线索 通过录像视频得知 那四只神奇的乌龟 就是他小时候放生的那几只 通报出去的龟族四少 帮他回到了下水道 就被鼠爸打个正招 鼠爸很生气 绝对要狠狠处罚他们 可面对各种的体罚 龟族四少还是守口如瓶 见此情景 鼠爸只能放出大招 他利用美食诱惑四人 看着美味的披萨 看吃的老四 根本无法抵挡这种诱惑 把刚才发生的事情 全都说了出来 当得知有人拍下照片后 鼠爸对感不妙 立马让他们将宝儿带回来 没过多久 龟族四少就折到了宝儿 立马他带回了下水道 可当罗道被摘下时 宝儿就认出了鼠爸 我们好久不见了 看着满脸疑惑的宝儿 鼠爸说出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在几年前 宝儿的父亲和好友杰哥 混同研制出了变异药剂 可杰哥却想把药剂变成病毒 然后再把病毒撒满整个世界 到那个时候 杰哥再次做出解药 这样他就能成为救世主 还能趁机大转一笔 宝儿的父亲得知此事后 不愿意与杰哥同流合污 于是他直接烧掉了实验室 而宝儿的父亲 也不幸被大火给烧死了 听完鼠爸的描述后 宝儿顿时慌了 因为在他来这里之前 曾经去找过杰哥 立马神规的事情 告诉了杰哥 我担心的就是他 就在鼠爸担忧时 杰哥的人通过定位 发现了他们的踪迹 随着爆拉声响起 一群爆头闯落了这里 鼠爸健壮 立马进入了战斗模式 即便一一敌四 也丝毫不落下风 而此时的归族四少 也和敌人战斗了起来 众人越战越勇 眼泪就要突围时 突然出现一个机甲战士 然而正是上彪 他就是杰哥幕后的老大 你别想打我儿子们的主力 虽然鼠爸的武力高强 但是扛不住机甲攻击 没过多久 鼠爸就因体力不支 最终被上彪打倒在地 危机时刻 宝儿拿着一把刀 刺向了上彪的背后 此时的鼠爸 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 被以鼠爸的性命向要挟 逼迫神龟们放下武器 为了保住鼠爸的性命 神龟三人只能放下武器 神龟三人被电瘾后 被人押往了实验室 只有老三在打斗中 被掩埋在了碎石里 这才侥幸逃过一劫 等敌人全部走后 老三抱起重伤的鼠爸 把他安顿好后 捡起了兄弟们的武器 并在宝儿男友的帮助下 直接开车冲进了 敌人的实验室基地 与此同时 杰哥已经研发出了病毒 他准备在城市上膨 撒下这种致命的病毒 只要人类吸入毒气后 全身就会开始溃烂 他想要以此 引起各国政府的重视 然后再用神龟的血液 制作初解毒的血清 再以高价卖给政府 这样他就会成为 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随着血液不断地出出 神龟们变得虚弱无比 贵宗三少为了救兄弟 直接闯进了实验室基地 他们轻松解决掉了首位 看着兄弟们被困在笼中 这让老三瞬间火冒三丈 对着玻璃就是一顿乱锤 可这是中国制造的玻璃 老三根本就砸不碎 就在这时 上刁穿着机甲出现了 面对强悍的上镖 老三根本不是对手 直接被打发在了地上 随后 上刁便离开了这里 准备去楼顶释放病毒 趁此机会 宝儿跑到了牢笼前 随后 宝儿跑到一气旁 立马给三只神龟 注射了大量的身上腺素 直接让他们满血复活 在行为过后 他们扶起受伤的老三 准备去阻止上刁释放病毒 随后 他们顺着下水管道 来到了大楼的地下室 然后乘坐着电梯 终于来到了楼顶 面对强悍的上镖 贵宗四少根本不是对手 此时距离病毒发射 仅仅只剩50秒了 危机时刻 神龟们终于响起了 鼠霸城交给他们的必杀计 趁此机会 神龟们来到一气前 准备解除发射装置 可就在这时 丧彪又爬了上来 对着几人射出了飞镖 三兄弟急忙上前阻挡 给老二争取破解时间 终于在最后一刻 老二乘风解除了病毒发射 见此情景 丧彪改变了攻击路线 弄断了放用病毒的支架 神龟们见状 立马用身体撑住支架 就在这时 宝儿带着病毒解药赶到 他将丧彪引到了大楼边 可此时发射架突然倒塌 趁此机会 丧彪将宝儿撞下楼 直接抢走了病毒解药 看到这一幕 神龟们赶紧跳了下去 宝儿的一技飞脚 直接踹飞了丧彪 最终 丧彪从高处摔下 这场危机彻底解除 神龟们把变异血清 输进了鼠霸的体内 这是一只神奇的变异药水 只要将它注入人体 就能改变体内基因 激发出最原始的兽性 瞬间变成野兽般的存在 就在不久前 丧彪败给了忍者神龟 最终被警察给抓捕 而今天 正是他转送监狱的日子 护送的警察们 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因为他们担心 丧彪的手下会来截人 随着押送队伍的出发 贵宗四少也收到了消息 为了防止丧彪逃脱 他们立即开了雷霆战车 准备亲自护送押送队伍 可还没等四少赶到 丧彪的手下们 就已经出现在车队的后方 他们利用机车的优势 在警方的车上安装了炸弹 随着爆炸声响起 瞬间摧毁了三辆警车 见此情景 警员二伟拿出对讲机 立马向总部请求支援 可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上彪的手下 已经开始揭合车顶了 危机时刻 贵宗四少终于赶到了 他们射出无数警干 又甩出大号双截棍 将截匪打得人养马翻 看见截匪要包围战车 老三立马跳了下去 直接扑倒了两名截匪 就在这时 一亚直升机 飞到了球车上方 并用一块巨大磁铁 重复掀开了车顶 趁此机会 丧雕抓住绳索 准备撤离 老大电撞 立马甩出一把钢刀 直接割断了逃生绳 丧雕不死心 又爬到了车顶 想要交上直升机 见此情景 老四立马射出了捕捉网 结果下一秒 刺原黑洞却突然出现 直接把丧雕吸了进去 原来 这是丧雕灰下的科学家 利用了一个传送装置 直接把丧雕传送走了 可这东西有个致命弱点 就是无法得知传送的目的地 随着传送门的打开 丧雕被传到了一世界 就在这时 一个粉红色的大脑 突然出现 他操控机甲拎起的丧雕 他叫章鱼哥 是这个世界的最强大脑 在很多年前 他都想要清越地球 但传送器碰到大气层时 就被分解成了三块 丧雕所用的传送装置 就是传送器的一部分 而其他两块传送装置 一个在纽约博物馆 另一个落在了热带雨林 章鱼哥告诉丧雕 只要帮他集齐三块装置 他就可以再次侵略地球 等到他统一地球时 他会让丧雕做地球的王 听闻此言 丧雕立马答应了下来 为了帮丧雕清除障碍 他必须丧雕一只变异药水 声称这玩意 能让人类发生变异 可以帮他解决掉地球上的敌人 回到地球后 丧雕找来了两个小弟 把药力注射在了他们身上 下一秒 养人的身体发生了异变 直接变成了犀牛和野猪 而这一幕 正好被潜伏的宝儿看到 他趁着众人不注意 捡起了地上的药剂 并抢走了剩余的药水 看到这一幕 丧雕立马派手下去追 可惜宝儿还没跑多远 就被丧雕的手下围住了 就在这时 一个面具人突然出现 他正是警员阿伟 因为上次弄丢了丧彪 所以现在正被停职查办 他被养私地抓回丧彪 这样就可以将功补过了 却不料再在遇见了宝儿 在达到过程中 便一样水掉在了地上 正巧被路过的警察捡到 见此情景 他们俩只好先行离开 与此同时 丧雕根据精准的定位 找到了博物馆里的仪器 看着上面流淌的紫光 丧雕找到了启动开关 一瞬间 外壳开始自动解体 露出了里面的传送装置 接下来 只要找到最后一个装置 他就可以统治地球了 而另一边 宝儿把阿伟带回了基地 看着面前的归族四少 阿伟瞬间被下的懵逼了 好歹宝儿及时出面 把神贵们的尸体告诉了阿伟 得知这个情况后 阿伟对他们充满了敬意 随后 宝儿把病药水的事情 告诉了神贵四兄弟 并将剩下的一根药剂 交给老二进行研究 可在实验过程中 老二却意外发现了一个秘密 他让药水滴到自己的手上 归爪竟然从三天变成了五根 看到这一幕 老二开心坏了 他的这项研究成果 足以让他们融入人类生活 可老大却否定了他 甚至还让他隐瞒研究成果 殊不知一旁的老四 已经听到了两位的对话 他自为的忘了自己的亏手 并将这件事情 偷偷告诉了老三 可老三是个暴脾气 他认为兄弟之间不该有隐瞒 于是他立马找到老大 质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老大告诉老三 不要在意自己的外表 隐藏在黑眼中维护正义 才是他们的生存方式 可老三却不认同他的说法 他一心想要变成人类 于是 他趁着老大不注意 偷偷找来宝儿和阿伟 或收拾老大下的命令 让他们一起潜入警局 拿回剩余的变异药水 宝儿也没有多想 当晚就和阿伟混进了警局 可想要拿到变异药水 还需要一张正乌式门卡 于是老三和老四 偷偷来到更衣室 并射出一边绳子 粘住了警员的梅卡 结果一不小心 梅卡又掉了下去 好在老三的蛇功了得 顺利接住了梅卡 随后 他们把梅卡转交给了宝儿 可当正乌式的门被打开时 却从里面跑出两名忍者 他们正是丧彪的属下 为了夺回变异药水 老三和老四被迫在人前现身 他们一脚就解决了敌人 而这一幕 也被赶来的老大索看见 他们还没来得及解释 警察的签口就对准了他们 认为他们是危险怪物 警员的一番话 深深自动了自卑的老三 就在这时 宝儿和阿伟及时出现 给四少创到了逃离的机会 回到基地后 老大受骂了老三一顿 认为他不该私自偷取药水 可老三并不觉得 自己的做法是错误的 他只是想要变成人类而已 而此时的老四 也因为警察的一番话 丧失了还未正义的决心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孩子 鼠八告诉老大 称职的领导要学会理解 称职的兄长要懂得宽容 只有兄弟齐心协力 才能做到真正的强大 就在这时 老二通过药水的基因定位 找到了野猪和犀牛的位置 发现他们正在飞往这袋雨林 在得知情况后 兄弟四人放下了成剑 立马到上了飞机 准备在空中进行截拦 另一边的野猪和犀牛 已经找到了第三个传送装置 此时正常坐着飞机返回 而准备拦截的忍者四龟 也终于等到了龟头的飞机 随后 老二直接跳了下去 并朝了飞机射出吸盘 在空中悬展360度后 成功落在了飞机顶部 紧接着 老大和老四也跳了下来 结果表心跳偏了 差点从飞机上滚了下来 现在只剩下恐怖的老三了 虽然他心里十分害怕 但飞翔因此丢了面子 于是也跳了下去 结果 四人进入机舱后 顺利找到了传送零件 可就在这时 编译两兄弟出现了 双方立马展开激烈的斗争 老二小心翼翼的呼噜装置 可犀牛却不讲武德 直接架着机枪开始扫射 结果把飞机打成了窟窿 飞机瞬间失去控制 最终坠落到了河里 四二变想继续夺回装置 可是没想到 犀牛却开出一台坦克 直接打出一发炮弹 把他们击下了瀑布 这次任务圆满失败 装置也落入敌人之手 当上瞄集齐所有装置后 立马开启了时空传送器 在这一刻 整个城市都被乌云笼罩 紧接着一个神秘漩涡 出现在了城市的上空 天空中撕开一道裂缝 从里面飞出巫术碎片 在几分钟后 碎片将组成一台战争堡垒 到那个时候 地球将会被移为平地 看到这一幕 人的神灰坐不住了 为了整处这个世界 他们放弃了对外调的执着 主动走出了下水道 站在了警方的面前 对待宝儿的介绍下 警方终于知道了 眼前的四只神龟 就是守护城市的英雄 在与警方达成合作后 众人开始分头行动 归中受到负责解决战争堡垒 而宝儿三人 则去破坏传送装置 可当他们来到三彪基地时 却被变异兄弟堵住了去路 看到这一幕 阿维主动留下当诱饵 让宝儿两人 继续寻寻导传送装置 与此同时 丧彪正沉溺在 即将统治地球的喜悦中 可让他们想到的是 张鱼哥居然被信弃异 直接冰封了丧彪 把他变成了一件收藏品 就在这时 神龟妹也来到了战争堡垒 随后 神龟妹开始分工合作 老二负责寻导机器破绽 而其余三兄弟 则获得牵着张鱼哥 看到这一幕 众鬼直接傻眼了 被砍断的机械手臂 居然还能自动修复 就在这时 老二终于找到了 吸引堡垒碎片的核心装置 得知情况后 老四踩的滑板就冲了上去 意识到危机的张鱼哥 直接吸来一个重型武器 朝着老四疯狂射去 看到这一幕 张鱼哥一把抓入老四 将他死死锁在了怀里 眼看就要被挤成肉泥 危机时刻 其他三兄弟立马冲了上去 在外星机甲被打坏后 张鱼哥也失去了行动能力 随后 他们将核心装置 挂在了无人机上 在堡垒即将合体前 成功让无人机飞了出去 而此时的宝儿 也找到了传送装置 并成功将其摧毁了 就这样 战争堡垒彻底被瓦解 并随着核心装置 再次回到了次元空间 电影的最后 人的神规被赋予了最高荣誉 警方也给了他们不明的身份 想让他们融入人类的社会 可归族四少 却主动放弃了这个机会 因为经历这次事情后 他们已经看待了一切 相比有趣的人生 他们更加向往 如同魅影般的守护 我是云上 我们下期再见 这是我见过最长的蛇头 在男孩脸上不停地游走 仔细一看 原来是一个长蛇怪 这是一个宝可梦精灵 与人类共存的时代 飞脚改行送起了外卖 简进归乘的消防员 怪力搭上了交警 每个人都拥有着 属于自己的精灵 只有男孩杰克是个例外 他曾经也尝试捕捉精灵 他的精灵球 直接将他吸入球内 可奇怪的是 精灵球并没有变绿 杰克好不容易逃脱 却在回家的路上 接到了父亲同事的电话 原来 杰克的父亲是一名警察 在最近一次任务中 因公殉职 他需要赶到警局总部 收拾父亲的遗物 来到父亲的办公室 中央一瓶事迹 引起了他的注意 一股紫色浓雾喷涌而出 他挣扎着来到窗边 打开窗户透气 原美乖小可爱的长尾猴 吸入气体之后 立马变得呲牙咧嘴 杰克还没弄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 突然 一个黑影出现在身后 他拿起定书机 小人意义地走了过去 没想到躲在柜的后面呢 竟然是一只黄皮耗子 但是请你放下定书机 不然 我现在就要放电 电你 这时 长尾猴破窗而入 对着杰克发起了攻击 杰克躲闪不及 直接摔倒在地 危机时刻 皮卡丘扔给长尾猴一个苹果 这才救下杰克 可下一秒 更多那长尾猴闯了进来 杰克带着皮卡丘一路逃窜 一直来到天台 眼看就要被抓住 使用一招金蝉脱窖 钻进了垃圾桶 这才躲过一截 来到大街上 皮卡丘摘下帽子 上面刻着杰克父亲的工作地址 原来 飞行在一年前 曾经调查过这种气体 结果在中途发生了意外 被目黒黑手的超梦袭击 但超梦并没有干掉皮卡丘 只是清除了他的记忆 为了调查父亲的死因 杰克找到了记者朋友小美 小美早有发现 拿出了更多的事迹 这些东西名为二世纪 他们都来源于一个地下角斗场 为了寻找更多的线索 杰克带着皮卡丘 准备去那里泡沫运气 没想到刚出门 一个大看就走过来找麻烦 原来 他的配火龙 同时皮卡丘的手下败将 他希望两只精灵再战一次 只要皮卡丘打赢了配火龙 他又将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杰克 皮卡丘丝毫不拒 蹦蹦跳跳地上了擂台 准备想到 这次配火龙 竟然吸入了二世纪 看到这一幕 皮卡丘立刻不淡定了 他一样求杰克把他救出去 看着暴动而然的配火龙 皮卡丘只能暂避锋芒 随后找准时机 准备释放雷电攻击 我帮你怎么发动力量 一旁的配火龙 配出三妹真火 危急时刻 没想到是杰克跳上了擂台 踩到了配火龙的尾巴 皮卡丘照住机会 跳上配火龙的脑袋 变了他的视线 一人一宠 刺刺共住住配火龙 配火龙的主人看不下去 哪个大栏冲落进来 结果就被撞翻在地 可是没想到 主人怀里装满了阿世纪 毒气破碎 气体很快蔓延开来 包括猫猫西路阿世纪 之间性情大变 凶惨无比 整个角斗场乱作一团 杰克德趁乱 叫配火龙的主人控制 因为阿世纪的来源 你一个博士弄出来的 觉得这时 皮卡丘被配火龙冲撞 直接从上面摔了下来 为了控制局面 皮卡丘背起鲤鱼王 扔到配火龙面前 想刺激他进化 鲤鱼王是道刺激 成功进化 看到这一幕 皮卡丘瞬间变成了乖宝宝 得知阿世纪跟博士有关 杰克找到了霍德华博士 是他创造了这个时代 完成了邦克梦 与人类的和谐共处 霍德华告诉杰克 幕后挥手不是别人 这是他的儿子 杰克的父亲 曾被霍德华雇佣 负责调查阿世纪的来源 这些东西 都来自于一个实验室 根据霍德华的线索 杰克带着小美 来到了郊外 找到了实验室的位置 并成功进入了内部控制台 通过全新影像得知 超梦也是受坏者 开创家们将超梦囚禁 从他身上 踢遇出了二世纪 后来 内部系统遭到了破坏 超梦找机会逃了出去 另一边 幕后挥手发现了杰克的行动 快出了贾克人娃解决他们 几人荒木则路 或者森林跑去 眼看就要追上他们 可他压释放出冲击波 直接将蛙群震飞 杰克等人以为安全了 可没想到 夏天竟然开始剧烈倾斜 原来 这里根本不是什么郊外 而是巨神龟的王八壳 随着神龟苏醒 无处数目开始倒塌 大地也出现了裂缝 杰克和小美被迫分开 眼看裂缝越来越大 杰克除了跳到对岸 别无选择 杰克奋力一跃 可还是差一点 古今时刻 小美出手拉住了他 杰克带着皮海球刚爬上岸 下一秒 一块巨石落下 皮海球烟烟一息 居热地躺在地上 杰克心机如焚 杰克在这时 一直算同王八迎面走来 就想到 小蛋头听懂了杰克的话 就那群蒜头王八忙 他们穿过草地 踏过小溪 来到了一处神秘的山谷 无数手英零围着上来 示意杰克将皮海球放在石台上 下一秒 超梦出现 射出一道光芒 皮海球腾空而起 很快得到了治愈 见皮海球苏醒 超梦开口了 你遵照我们的约定 把人带来了 超梦抬手 与杰克共享了记忆 杰克开箱继续往下看 就被迫回到了现实 他抬头一看 超梦已经被四台设备控制 幕后黑手 也就是胡德华的儿子走了出来 他将超梦抓走 带回了实验室 现在就为了找回记忆 不自来到了 当初的事发地点 发现了贾克忍蛙的飞镖 当初同学他和杰克父亲的 其实是贾克忍蛙 而超梦则是赶来救他们的 另一边 杰克找到霍德华 希望他能救救超梦 我没想到 穷尽超梦的装置突然升起 原来 真正的幕后黑手 其实是创造者霍德华 他想通过阿世纪 让所有的宝可梦失去理智 再让人类的灵魂 注入到宝可梦体内 然后借助超梦的力量 一举称霸世界 当皮卡忍赶到时 承诺神社已经成乱成一锅粥 他知道 自己即将面对的是最强宝可梦 但他还是准备尽力一试 皮卡忍摩先擦掌 聚集全部力量 同时超梦发动了攻击 一波对拼之后 皮卡忍力竭倒地 但超梦却完好无损 他把皮卡忍踢到半空 准备将其了结 就在这时 杰哥失望出阿气体 解决了霍德华的宝可梦 霍德华失去了超梦的控制群 皮卡忍也从半空坠落 危机时刻 恢复清醒的超梦救下了他 并将整座城市恢复了正常 最后超梦找到杰哥 将之前没有看完的记忆 重新打开 当中杰哥父亲受到袭击 是皮卡忍献出了自己的身体 所以超梦就将父亲的灵魂 注入在皮卡忍体内 只有让超梦苏醒 杰哥才能救回父亲 在超梦的努力下 夫人俩终于团聚 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这么软萌的派大星 你绝对没有见过 还免宝宝圈地成员 从水下来到地面 画风不仅从二地变成三地 现在还都长出了八块腹肌 而这一切 还要从美味的谢黄宝开始说起 那是比习宝平静的一天 习宝王坐无虚席 可借对面皮老板的餐馆 曾一觉一如既往的惨淡 为了改变这个现状 皮老板又一次将魔爪 刺下了谢黄宝的秘方 这次在伪装城 谢老板最爱的金币 悄悄回进了保险柜 而那个神奇的配方 此时就放在瓶子里 触手可及 看到脚下的重力装置 皮老板灵机一动 随便写了张纸条 想要换出配方 随着刚准备动手 就被海面宝宝发现了 随着防疫装置启动 警报声瞬间响起 现场所有的出口 全部被关闭 海面宝宝和皮老板 拼命正常在手上的秘方 可算是令人意想不到的 他本能地以为 又是皮老板搞的鬼 就在这时 张约哥推开了门 因为没有谢宝 顾客们已经闹翻了天 而没有了秘方 海面宝宝也不知 该如何制作汉堡 为了要回秘方 谢老板带着愤怒的顾客 一起包围了皮老板 关键时刻 海面宝宝及时出现 吹出一个泡泡 带着自己和皮老板 迅速逃离了现场 因为他知道 这次的事件 和皮老板没有任何关系 吃不到谢黄宝 小镇上的居民变得异常野蛮 他们打他抢烧 无恶不作 曾经温馨的比起宝 一夜之间变成了人间地狱 海面宝宝和皮老板 成了头奥同鸡犯 左头无路的两人 找到派大星商量对策 可派总从不会让人失望 为了吃口谢宝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我抓到海面宝宝了 听到这个消息 宝民们准备冲过去 此时的海面宝宝 正好土盾逃走 一路来到山迪家 他想让对方通过智慧 玩具陷入混乱的小镇 可原本从领绝顶的松鼠 此时却好像受了刺激 换着本书 不停的喃喃自语 原来就在不久前 一张纳纸从天而降 落在了山迪的屋顶 一位上面写着结局两字 山迪便认定 这是汉堡之神发怒 看到对方招狂的样子 海面宝宝也不敢再多呆 仰人躲到空无一人的胶外 准备在这里 路过慢慢尝夜 可到海面宝宝睡着 皮老板沾进海面宝宝的大脑 准备偷走秘方 可这里不仅幼稚的夏儿童乐园 还到处都是棉花糖 看到皮老板浑身难受 他狼猫地逃出海面宝宝身体 再也不敢动弯脑筋 苏醒之后的海面宝宝表示 除非时光可以到回 他决定知道时光机 让时间回到 秘方消失的前一刻 你绝对想不到 仅仅四天没吃饭 派打听就变成了这样 因为每位谢宝的秘方突然消失 以谢宝陷入了世界末日 皮老板和海面宝宝 发明了时光机 想要回到悲剧发生的前一刻 准备再次出发 结果却在时空里迷了路 就在这时 他们遇到了一个奇怪的男人 还连把包上前问路 随着对方转过头来 竟是一只海豚 海豚名叫泡泡 是宇宙的看守者 他想去当洗手间 于是拜托两人 帮自己暂时看管一下银河系 随着他前脚刚走 木星和土星就直接撞在了一起 从厕所回来的泡泡 看到这一幕 记得狂瞄脏话 随机对二人 展开了疯狂追杀 两人赶紧进入时光机逃跑 好歹这一次 他们成功了 这个时空的皮老板 正准备偷走秘方 海绵宝宝一个箭步上寝 直接抓到了瓶子 然后他们乘坐时光机 回到了原本的时空 两人带着秘方 像英雄一样凯旋而归 可现在老板拿出纸条一看 谢老板 是我在海底放的屁句吧 原来 海绵宝宝拿错了瓶子 不将之前皮老板用来 掩刃耳目的纸条带了回来 军名本就脆弱的理智 再度更坏 他们抓住海绵宝宝 准备通过献祭他 来平息心中的愤怒 眼看面包形状的石头 即将落下 海绵宝宝突然闻到了 一顿熟悉的气味 那是谢皇宝的香味 他寻着味道静止跑去 众人穿过峡谷 越过雪山 爬上峭壁 翻过山头才发现 气味的镜头镜通向海面 正当大家纠结 该如何杀案时 泡泡突然出现 他穿越时空 前来感谢海绵宝宝 两个星星相撞的意外 让他有了辞职的勇气 泡泡飞升越出海面 用力一喷 将众人送上海滩 随后便粘进三角虫洞 彻底消失在了天边 将近战下头盔 大狗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海绵宝宝的小鼻子 也再次闻到了谢皇宝的香味 可这里的情况 比他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众人待了没几分钟 就差点被压成肉酱 然后又遭到了 熊怀子的攻击 不过这个世界 也有好的一面 DG零蛋糕可以埋头吃 棉花糖也格外的甜 海绵宝宝和派塔星 看见到双眼放光 可冷静下来 他们还是没有忘记 寻找谢皇宝的主线任务 原来 偷偷谢宝秘方的 就原是海盗船长 他手上的神奇宝书 可以改变动画里的剧情 所以他改写故事 偷偷秘方 替代海绵宝宝成为了世界上 最厉害的监察厨师 主角团的突然出现 不在他的计划之中 不过只要有支笔 船长轻轻松松就能 将主角被流放荒岛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 书本的其中一页 阴差阳错来到了身体手里 海绵宝宝灵机一动 拔下突就羽毛 又沾了点张鱼哥泄露的墨汁 大手一挥 直接修改了部分剧情 伴随着一阵耀眼的光芒 锦园重新回到了战场 只不过这次 他们人均八块腹肌 张鱼哥召唤出树体 发动阴谋攻击 瞬间吓跑了所有顾客 船长生气了 拿出宝树想要再次修改剧情 就被谢老板的机械钳子 定在墙上动弹不得 海绵宝宝顺势吹出泡泡 躲躲了他手里的宝树 仅上凡天喜利庆祝胜利 变回松鼠原形的山敌 也回归了战略 才发现船长竟然连人带船 一起消失在了原地 原来他还没有放弃夺北宝树 双方人马随即在人类街道上 展开了激烈的追逐 海绵宝宝带着派大兴 利用气泡是推进器 陪伴追上了海盗的脚步 可对方送动船锚 居然直接又把两人甩飞了回去 船长爬上为敢想要拿回宝树 海绵宝宝破釜沉舟 命令大家向右倾倒 依靠重力逼停了 正在冲刺的海盗船 张鱼哥再次发动阴浪攻击 将宝树从海盗手边吹落 掉进了火炉 就这样 能不改变动画剧情的神秘力量 终于彻底消失 故事的最后 海绵宝宝拿出谨慎的一页 写下故事的结局 伴随了张鱼哥的哭嚎 他再次成为了 苦逼的打工人 就这样 切宝王重新开业 一切都恢复到了 原来的样子 如果你拥有这本神奇宝书 你想把剧情改成什么样呢 我是云上 我们下期再见 海绵宝宝 我要给你写一个大大的号评